在片段編輯該要的功能介紹完之後呢 我可以把這個片段編輯關掉 關掉之後跳出來 Apple是片段編輯在這裡 然後底下的功能 Apple是旁邊最後一個叫做高級編輯 但是呢 這個 這個我們Android就在這裡片段編輯 旁邊就是這裡有了 OK就有了 所以呢 這接下來怎麼做呢 來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字幕 然後呢 Apple叫做高級編輯裡面的文字 那我們就直接從字幕點進去 好 字幕點進去之後呢 就是我要準備加文字了 我的文字怎麼加 請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今天我現在是 它其實你看 這個往前拉 往後拉 是整個連續的 有沒有 好 然後這個我要怎麼加呢 比如說我想加在這裡 我就加 然後我加一段字 比如說呢 阿里山小火車 欸 這邊的字卷 現在暫時無同步了 確認 好 太好了 還是有出來 好你看喔 阿里山小火車 你今天打字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調一下位子 等一下喔 欸 欸我畫面又沒有同步了 這是雙腦筋 好 反正呢 我先跟各位講 因為我畫面跟各位的畫面有點不一樣 當你這樣進去之後呢 那個什麼 欸 現在這畫面都沒有出現 奇怪了 好來 OKOKOK 來 這個字你看喔 你的字可以上下擺 好 然後呢 有幾個動作可以弄的 第一個 你看這個右下角 它可以這樣縮放 或者可以歪一邊 OK 當然你要用直的也可以 你看 反過來都可以 好 當然我也可以 既然我這邊吃 比較不是重要的文字 等一下 我 來 等一下我按到翻轉 好來 你看 你可以把字都這樣子處理 然後呢 這個就是翻轉 我按一下翻轉一個 變反過來 阿里山小火 而且是字怎麼反過來 再一個 變倒了 再一個 變倒了 再反過來 再一個就會回覆原來 OK 然後呢 另外還有 這是什麼東西 你看喔 我這裡按下去之後 我是按著拖動 按著拖動 各位有沒有看到底下的東西在變長了 所以到時候 來我把這個影片拉過來 各位可以預覽一下 阿 我的 同步又不動 這個字會這樣子移動 就跟剛才你動作是一樣的 OK 好 就跟你剛才動 你看 你也可以這樣怎麼進 我拖著欲來就好 好 他的字就這樣動 OK 好 那 這一段影片如果你覺得 這個字要往前調 很簡單 你點一下這個字 你點這個字之後 按理說應該這邊可以調整的 就是 我看一下 這位有投影 哇 他現在好像沒辦法 之前應該照理說 按下去之後 他中間會有那個 兩個軸出來 你可以去拉那個軸 像我居然現在按不出來 而且 一直晃晃去 欸 現在居然他沒辦法直接調 不過應該是可以 各位可以再多試試看看 像我這樣子 在拖動的時候 他 他 他似乎 現在沒辦法把它 整個 字幕 往前移 他現在應該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你這個 這個字幕不要 照理說 他底下應該 他現在怎麼 都完全動不了 很奇怪 各位試試看 當你這個 這個字幕移到這個地方來之後 如果你這個字 好啦 我點這裡好了 他現在可能已經設計字 要點這裡 你看 我就可以把這個 往前移動 那當然 你可以後面的往 跟著移動 OK 去調整 好 然後呢 如果你這段真的不要 那你就打叉叉就好 是 欸 這個字幕就不見了 好 當然 我現在 那個什麼 那個 我再加一段字 好了 從來上 阿里山 小火車 按確認 好 另外 我們打完字之後 這邊不是有一些東西 這是幹嘛 怎麼跑出來這個東西 這是讓你的文字有一些特事 它幫你定好的幾種形式 你看 它就變成這樣子 OK 它就變成這種字幕 或者你換別的 啊 就變成有點淺淺了 OK 變這個 它就變成 它自動幫你做好的一些格式 OK 那如果你不要套用它的格式 你就按 就回到剛才原先的格式 OK 然後 我就說 你要調整的話 你就可以按 就可以拉動這個前後的範圍 去調整 啊 如果你不要了 就按XX 啊 你還要再編輯 還要再編輯 你就點進去 這時候再點進去 又可以再做編輯 好 那假設我只要小火車 然後就把阿里山去掉 然後按 確認 所以今天只有小火車的字樣 那剛才我有試過 我們這邊底下 拉大 翻轉 拉大還可以傾斜啦 然後這個 就是 我跑 我可以這樣拖著跑 它就同時幫我記錄下來 而且越來越多 如果你覺得這個文字 你加了OK 你就打勾勾 然後 完成 然後 完成 沒關係 以後還可以再進去編輯 比如說我再進去字幕 我們先看一下結果 等一下有字出來 欸 這樣不好我想編輯怎麼辦 再進字幕 你一樣可以看到那個橘色那一塊 有沒有 移到那裡 這時候不要 打XX 然後它會說你要刪除該字幕 對不起它這邊又同步又沒出現了 對不起 我的手機有 我就按是 要刪除 正好刪掉 跳過了 所以這個字幕編輯的方法 還有編輯 字幕還有一些東西要注意的 我再做一次 你按加 阿里山小火車 其實有上來了 又沒有同步了 我按確認 好 字出來之後 還有喔 來 我先把它移到旁邊一點 到這裡來 字出來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剛才這個地方 它現在跑到這裡來了 可是剛才它這邊有一個調色牌 好 你可以按 你可以按這個 這個是調整時間 這個是控制時間的 對不起 我跳回來 看一下 它現在有時候它移動不同的 字幕設置 點字幕設置之後 這個地方 有一個像調色牌一樣 我可以換字體的顏色 比如說我要黃色字 藍色字 等等 黃色字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AA 來看一下 這就是設定不同的字體 不過只有英文的 OK 那這邊還有一個設定 設定 設定 要它寫底字 或者是靠左 字中 靠右 或者是半透明 我希望它有點半透明 有嗎 是不是就半透明了 可以嗎 好 那這邊就有出題啊 寫底啊 等等的 好 另外一個應該是要下 下底線的 但是它這邊沒有 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 可能這個 它現在下底線的也拿掉 好 所以呢 先跟各位講 加字幕的 你這個字幕進去之後 再快速以來 字幕進去之後 然後你可以加 看你要從哪個地方開始 先調到該要的位置 去加 然後打字上去 好 然後按 確認 好 字上去之後 原先這裡就可以調色 調字體 OK 好 還有寫題的部分 調顏色 好 那剛剛這個地方是調它 現有的動畫 如果不要就按 好 那你可以調顏色 OK 顏色會變 好 那如果現在那個地方 欸 這個顏色又不對了 我想要再換 那請你用字幕設置 點進去 又會回到這 再重新換顏色 都可以 OK 好 那 這個地方 是調 你的 字體 OK 這裡呢 那 設置 斜體 之中 靠左靠右 不透明度 都可以試一下 好 請各位試一下字幕的部分